大家好 我是小植 欢迎来到小植一品 今天小植小树 卡甲基 本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 在2006年 英国陆军部队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 卡甲基水库执行任务时 误入雷区造成重大伤亡的故事 位于阿富汗南部的卡甲基水库 这里驻扎着一支英国陆军小分队 他们的任务就是防止塔利班对大坝进行破坏 夜晚士兵们发现可疑情况 一辆大火车正在他们的加油站进行秘密活动 于是司徒紧急呼叫空军进行定点清除 就在这简短的通话中 下边的前哨部队已经和他们交上了火 根据测算 轰炸机需要两分钟左右才能到达目标上空 由于没有激光之导 所以他们得向目标空域发射一枚照明弹进行定位 很快一枚排击炮被发射了 完美打在目标的空袭地点 随即轰炸机赶到头下一枚炸弹 不幸的是 他跑偏了几百米 等队员们再次呼叫空袭时 飞行员却说飞机没游了 果然印证了那句老话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由于在山顶的观察哨过于无聊和枯燥 帕拉斯决定带着两名队友进行巡逻 踏过前方的河床 沿着西侧山脊爬向对面山坡 然而当他们来到山下的河床时 通讯员开始测试无线电通话 一刹那 前方 帕拉斯脚踩地雷 瞬间消失在这浓烟之中 起初大家以为是遭到塔利班迫击炮袭击 等队友来到他身边时才发现是地雷 他的两根手指被炸没了 左腿也少了一截 与此同时 在上方的观察上 也听到这声巨响 他们紧急出动前去查看情况 一支六人的支援小组赶往山下 当他们来到帕拉斯身旁后 已经意识到这个地方不简单 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的活动 第二支救援队也已经到达 他们负责整个救援队的警戒工作 现场一名队员突然发现地上一次地雷的装置 当他小心翼翼拨开尘土后 发现竟是虚惊一场 害得大家菊花一锦 绿衣的脸都被憋红了 接着在附近两名队员发现了一枚地雷 并成功标注 然而就在大家讨论雷区的问题时 强防队员再次中招 爆炸产生的尘土蔓延整个区域 当硝烟散去时 两名队员的一条腿也没有了 随即旁边两名战友赶去救援 为了尽快将伤员救走 他们再次呼叫直升机 随后一架支弩干飞了过来 但他们不能直接和上边通话 这导致救援直升机降落在雷区附近 但此时的队员们却不敢移动万步 他们用手势示意直弩干离开这里 但飞机上的接机员 似乎不明白他们的用意 无奈飞机飞离了现场 但螺旋桨产生的大风 将地上十块尘土吹动 刚刚中招的队员再一次被雷暴击 伤亡又增加三名 现在总共三枚炸弹爆炸 五名队员身受重伤 在帕拉斯一旁的其他队友 再也不敢冲击妄动了 除一名队员被抬走外 这三个只能坐在云地等待救援 救援对医生塔格 不忍兄弟们忍受剧疼 他决定一步一步挪到三名伤员身边 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 一名伤员在接水时 因为挪动身体 抬脚的瞬间正中地下雷区 等医生起来时发现 队友的左脚已经没有了 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药物已经不那么重要 活下去才是根本 精神上的鼓励 远比现在所做的一切都要有效 而医生能做的 也只是陪陪队友聊聊天 转移他们痛苦的注意力 许久过去 救援直升机终于赶到了 所有人员都不会想到 今天一天他们损失竟会如此之大 没有任何敌人 也没有塔利班的袭击 只有这隐藏在河道内的地雷 其实这些地雷已经再次埋葬了25年之久 正是当年俄罗斯留下的 也正因为年代由远 致使地雷的威力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5名重伤队员回到国内接受质量 两年后 司徒再次回到阿富汗服役 并回到了卡甲基水库 而其他4名伤员 也全部回归英国陆军部队 好了本期故事已经完结 喜欢的朋友请多多点赞转发评论 参与小只抽脚浮动 下期见